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知道如何引拍 如何放松之后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正常的打球 可是我们应该在什么位置来打到球呢 请看下图 以平行球网为例 把这个图形做为我们一个时钟图 当我身体面向球网的时候 那么这是我们12点钟的方向 1点 2点 3点钟的方位 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12点 12点是指左手永远的垂直球网垂直 那么换句话说 12点钟是可以移动的 可以左右移动的 而 齐平水 齐平球网的这条线 我们把它称之为3点钟的线 那么 3点钟的线 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是根据我们身体 最前端这只脚的脚尖来决定的 那么如果我这样子站 3点钟我们就应该是在这里 如果我们上步式 这样子上 那么我们3点钟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脚的摆放位置 应该是 红色目标 12点垂直 3点平行球网 之间的这个交叉点 不管我们用 上步式机打球 或者是说用开放式来打球 我们正手的基球区域 应该是在1点到2点 所以在理解这个图形之前 首先我们要知道 12点钟和3点钟 如果按照这个图形的摆放 那么我们的脚 以上步式为例 我们的脚应该是站在这里 而我们正手的基球区域 应该是在这里 在基球之前 我们的身体 应该是用身体带动球拍 一句话 先转体 或者是说 在转体的同时挥拍 这能够帮助我们 在后期的一些训练当中呢 达到四倍功半的一个效果 像这样 可是12点钟 可以左右移动 那么我们的 脚的摆放位置 应该就在这里 可是如果3点钟的这条 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那么我们的脚的位置 就应该到这里 当然相应的 我们1点和2点钟的这个区域 它就做 会做一点点调整 那么图形的摆放 就应该是要做到对称和谐 这也是学球乐当中 独到之处的